上台说话很紧张 对对其实跳舞不紧张 因为跳舞已经经历了很多了 对因为这四位评委 然后都是我觉得在国内都很专业 专业会很资深 所以说话不是我的强项 放松了一下放松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舞台 我既然来选择参加 因为我参加过很多商业的活动 但是为什么这个节目 为什么我要过来参加 因为我觉得他很专业 所以我觉得既然我自己选择来参加 那么我就应该在舞台上 表现我最好的一面 而且我在参加每一个我选择的比赛 我都会很认真 那你觉得你接下来 用什么样的步骤方式来 给老师留下新的感想 要首先努力是离不开的 然后接下来看一下赛后的一些安排 然后我再来自己去找灵感 得到一些启发 然后再去努力 然后希望下一届能竞技 嗯 然后再来 我再来 我再来 我再来